寻与书房的那侧竹简 到底与你有没有关系 儿子绝不知情 就算儿子想当太子 也不会用这么 龌龊的手段 来陷害二哥的 那杨修呢 也不会 杨修平日是放纵了一些 但像这样的欺君大罪 料他也绝对不敢 他究竟是谁呢 真的是子桓吗 父亲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追查下去吗 你说呢 父亲 二哥已向笑铁前功 如果说这件事情 是二哥做的话 很难让人相信 无论最后查出 背后陷害之人是谁 只都会伤害二哥 和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 不如就此罢手 就当是一场误会 幼稚 父亲 无论二哥合伙 谁做的太子 我们都是骨肉同胞 儿子谁再不想看看 站起来 为父的苦心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为父为何执意 我必要你争取太子之位 你真的懂吗 为何 父亲是喜欢儿子的才华 比才华更重要的 是你的仁德 这是为父缺乏的东西 孔子说 如有亡者 必逝而后任 他这句话说得倒是对的 为父希望几十年之后 你的仁德慈爱之心 能让天下人真正懂得 我们曹家的公义 为父亲 儿子惶恐 是儿子的放了 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你辜负的不是为父 是你自己 实现理想 需要谋略 需要权属 你仅凭这一颗赤子之心 是不行的呀 为父百年之后 你如何自主 父亲 儿子你真的 葫芦可退了吗 si 为父希望 你从这走出去之后 把这一切 倒要想明白了